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Ryder 飛騰個進步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又回來方塊寶可夢的遊戲啦 那在上一天我們又回到洞窟當中去挖Mega進化石 雖然很可惜沒有挖到我們想要的超夢專用 但是也有挖到像是帶獸、胡弟等等其他寶可夢的進化石 而且還讓我意外遇到正在睡覺的被謬寶可夢轟明月 那這麼帥當然就是要把他抓回來啦 雖然很可惜他不會飛喔 好的 那如果說你們是喜歡Ryder玩這個模組的觀眾 想再看更多的話可以先幫我影片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可以按下訂閱並且開小鈴鐺 這部是Ryder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OK 來吧來吧 因為我實在是太喜歡在大地洞探索了 所以我們又回到這邊來 然後今天我帶了小卡比獸出門喔 因為我想要把他練進化啊 小卡比獸要努力一點欸 我想要趕快幫你進化 進化成我們熟悉的卡比獸的樣子 走吧走吧 那我們來逛逛看 這個地方還有什麼寶可夢可以收服呢 我們直接看這個好了 看這個領航員 這附近一樣有惡鬼碰可以抓喔 但是機率不高 4.27% 然後還有鐵舞者 鐵舞者0.09 人生夜是比較稀有的寶可夢 所以會稍微難找 沒關係 我們就邊逛吧 順便看到有什麼東西可以採集的 欸 等一下 在我的小地圖我看到那個捏捏寶 捏捏寶是在我上面還是在我下面啊 因為目前我這一層我沒有看到他 捏捏寶 捏捏寶 他也是準神之一嘛 準神家族之一 我要收服你啊捏捏寶 你到底在哪裡 還是在上面 那個分層真的是 我們找找看 感覺好像在上面喔 來來來 我們直接疊上去 直接疊上來 黏黏寶 黏黏寶 喔 在這裡在這裡 哇 哈哈哈哈 我想說我還找不到你 原來你在這邊啊 我要收服 直接派出斗力姑 把他收服起來 我們準神家族 當然都是一定要抓的 直接來個蘑菇刀子 耶 睡吧睡吧孩子 然後再扁他一下 有了 收服 成了我的Pokemon吧 欸 有啦 順利抓到黏黏寶 開心開心 讓我們的準神家族 距離收集完又更進一步了 我們繼續往下吧 有沒有想說要去前面那個 進化石的洞窟 有沒有看到粉紅色那邊 來去挖 看看還有什麼 Mega進化石 欸 是說我想要把這個採回家 這個 因為我覺得 這個很漂亮欸 螢光煤 如果拿來佈置家裡感覺也不錯 這些都採掉 他這可以直接種嗎 我看一下喔 直接種的意思 欸 有欸 他是可以直接種的 好喔 好喔 那我就都把他採掉 OK OK 那我們來挖挖看這邊吧 有Mega進化石嗎 有一般的進化石啊 讓我把他挖掉 還有 欸 這邊這邊 喔 這邊有個Mega進化石 一樣挖掉 一樣挖掉 這是誰的啊 喔 超夢外的Mega進化石 終於 我們在大地洞附近的 進化石洞窟終於挖到了 喔 我的天啊 真的是超級稀少欸 終於讓我挖到了 開心開心 哎呀呀 我再尋一下 如果這附近沒有什麼 我們就回家一趟 快快快快 我們終於 終於搞定了 Mega進化石 超夢的 來 開切開切 有啦 終於 我終於得到你了 來 我們把我們的手環帶上去 然後 超夢 先回來鋼凱鴨 出來吧 我們的超夢 直接把你Mega進化 有啦 超夢歪 好好笑喔 怎麼看起來這麼 這麼不帥啊 你看他那個肚子感覺好大喔 超夢歪不是應該要再小隻一點嗎 結果這一隻怎麼做這麼大隻啊 那你可以載我嗎 喔 可以欸 他是直接把我抱在胸前的感覺 好好笑喔 那你會飛嗎 喔 不會飛 喔喔喔 直接爆衝 嚇我一跳 來來來 先起來先起來 嚇死我了 哎呀 超夢歪 你怎麼這麼好笑啊 沒有很帥欸 可惡 我以為超夢歪可能會做帥一點 哎呀 可能要等之後官方模組更新吧 也許就會把他變帥一點 對 你還是先變回來 變為超夢的樣子 我終於找到我另外裝的商店模組 在這裡在這裡 哇塞 他真的是一個超市的樣子欸 這裡面不知道我賣什麼東西 來看一下 那旁邊有那一個 旁邊有那一座塔 又是那個索柴林的塔 我先看一下這個商店 哇 這裡面真的有商人欸 你賣什麼東西 喔 他賣球 普通精靈球 還有補血藥 OK 但是 就這樣而已嗎 蛤 然後他收費的方式是用鐵粒跟金粒 欸 可是 可是 他賣的東西有點少欸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辦法再去做調整 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希望說可以賣一些更好的球啊 或是更好的補血道具之類的 因為他最厲害的就是利害商藥嘛 對啊 我想要看有沒有用全滿藥或是全副藥之類的 喔喔 蠻普通的 比我們村莊遇到流浪傷人還要來的普通喔 哇 那你咧 蛤 兩個鐵粒可以換一個球果 各種顏色的球果 就這樣而已欸 沒有下一頁了 欸 你們賣東西有點太少了喔 這間商店 蛤 還是這個可以拿 這個可以拿嗎 不行 這個咧 這個感覺蠻好看的 這個把它挖掉好了 可以挖嗎 把它挖走 玩家頭顱 什麼玩家長這樣啊 不管了 我都把它挖掉 拿回家布置嘛 對不對 哇 這麼好看的東西留在這邊 當然是通通挖掉啊 哇 這個極光好美喔 天啊 你想要晚上那麼漂亮 欸 這邊有那個 大絲球道具 不 地獄之心 我可以做大絲球啦 耶 我們上一個地獄之心 就是直接拿去跟夢幻的DNA做結合嘛 然後把超夢製作出來 現在又拿到一個地獄之心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來製作大絲球啦 太棒了太棒了 神奇糖果 哇 搭配這個極光 拿到這些東西真的很棒欸 欸 等一下 那邊那個是 雪融鵝 喔 我要抓 我要抓 我覺得雪融鵝超好看的 我想要收服 來來來 雪融鵝不要走 我要把你抓起來 他超可愛的 直接收服你 他球直接穿過去 抓得到嗎 抓得到嗎 啊 直接彈掉 沒關係啦 來個蘑菇包子 你就睡吧 蛤蛤呼呼大睡 來一個 點到為止 有了2% 再抓一次 看抓不抓得到 這邊超多雪融鵝的 那邊好像還有一隻 喔 有了 水啦 抓到抓到 好 回來吧 斗滴菇 我們再來逛一下 看看這邊還有沒有什麼寶可夢 雪地 雪地 我們直接看這個好了 有雪融鵝 雪吞蟲 然後還有 蠶竹王 還有瑪麗露 瑪麗露家族 喔 有這個欸 梁極龍 我們珠子的準神家族 梁極龍 洞極龍 以及幾極龍 對 沒有錯 他會在這邊出現 可是好像沒有看到 我們早早看好了 在這附近繞一下 好像有一個功能是可以這樣 直接把他鎖定住是不是 喔 有啦 有啦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這邊 他如果說這附近有出現 這隻寶可夢的話 他就會指引我去找他 但是目前看起來好像 好像沒有 好喔 沒有也沒辦法啦 沒想到這邊有大尾莉 好可愛喔 超多大尾莉的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 我的那個快捷鍵上面有一個箭頭 朝這個方向走 可以找得到 喔 有欸 在前面在前面 在這裡 梁極龍 哇 27的梁極龍 我要抓 我要抓 你看 他的箭頭就會一直這樣吹著他 如果說這附近有這隻寶可夢的話 啊 好可愛喔 說服說服 27級 當然是一定要抓啦 我們準神家族之一 這隻其實我也超喜歡的 我豬子也有另一隻 哎呀 來吧來吧 欸 直接彈掉 哇 你看 他這邊有個小尾巴欸 好可愛喔 來 蘑菇包子 水吧 水吧 可愛的孩子 開扁 欸 有欸 點到為止還蠻痛的 來喔 收服你 成為我的Pokemon吧 有啦 我們順利抓到 梁極龍 太棒了 太棒了 這個道具真的超好用 所以如果說要找一些想抓的寶可夢 直接開這個 然後讓他去搜尋 我們終於可以製作大師球了 一個地獄之心 兩個獄水地 以及戒伏殼 有 這些材料我都有啦 我都打凋零怪我可以拿得到 但是我實在太懶了 沒關係 有其他手段可以獲得地獄之心 這樣就夠了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來製作啦 戒伏殼放上去 大師球 必定人捕獲野生寶可夢的精靈球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暫時告一段落 那下一集沒意外的話 我應該就是會把這個大師球 來幫超夢做一下交換 因為之前有答應過他要讓他做大師球的 那各位想繼續看下去的話 別忘了幫影片點個喜歡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水君造型的幻動獸 哎呦 嚇到他 嚇到他了 直接打他 哦 好酷哦 天啊 超帥的 來來來 跟他打 跟他打 上來 彥皇